从过去的某一个时间一直延续到现在 下面一个是述词 sys sys的意思是6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sys的发音也是比较特殊的 sys词类的x 按照云规则本来应该是不发音的 但是在这个单词里面 它应该发s 这个单词读sys 下面一个是名词 moa moa的意思是一个月 一个月份 下一个是副词salamu salamu的意思是指 紧紧 下一个单词是形容词bo 注意形容词bo的性数变化 也是比较特殊的 它的阴性单数形式是bell 而它的复数 阳性复数形式是bo 在阳性单数的bo 后面加一个字母x 阴性复数bell 在阴性单数的bell 后面加一个s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地方 bo的阳性单数 除了刚才学的bo之外 这个形容词阳性单数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也是bell 但这个bell 只有三个字母 be-o-l 这个bell用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bell只能用在 阳性单数 而且又是原音字母 或者哑音as 开头的名词前面 例如 bellami bellami的意思就是 漂亮朋友 这也是著名作家 莫伯桑 所写过的一本小说的名字 下面一个名词是langue langue就是一种语言 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unportant 或者unportant 它的意思是重要的 形容词 同样也是有性数的变化 下一个是借词bo bo是一个借词 它的主要含义是为了 表示一种目的关系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bo表示对于 例如 boomua boomua的意义 一般是对于我来说 下一个是名词 edude edude的意思是 学习 学业 那么edude的这个名词特点是 一般情况下 只用复数 很少使用单数 下一个是名词 cance 希望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 fance的意思是 法国 那么如果我们要表示 在法国的话 一般在fance前面 要加借词 on 国家名前面 到底加什么借词 有两种情况 有时候加借词 on 有时候加借词 o 一般来说 阴性的国家名 以及 所有原因字母开头的国家名 前面都加借词 on 那么除此之外 既是阳性 又是辅音字母开头的国家名 一般是加借词o 例如 o jabon jabon 是日本 这个国家名是阳性的 同时它又是辅音字母 g开头的 所以前面用借词o 而fance 是阴性的国家名 前面一定要用借词an 下一个是形容词 bon 注意bon的阴阳性 也比较特殊 它的阴性形式 bon 要在词尾双写an 然后再加额 下面是一个副词词组 bien sûr bien sûr的意思是 当然 下一个是动词savoir savoir的意思是 知道 会 savoir的用法 大多数情况下 后面是加一个动词的不定识 或者加一个从句 例如 je sais nager je sais nager的意思就是 我会游泳 或者 je sais parler français je sais parler français的意思 是我会说法语 下一个是副词 maintenant maintenant的意思是 现在 下一个是借词 avec avec的意思有很多 例如 它可以表示 具有的含义 有时候可以表示 使用某种工具 或者和某人一起的意思 下一个是名词 difficulte difficulte 就是一个困难 例如 je une difficulte 那就是 我遇到了一个困难 下一个名词叫做 antonation antonation 是我们一般说的语调 如果说 vous avez une bonne antonation 那就是称赞你 法语的语调 说的很好 下一个是连词 ne ne是一个用来表示 转折对立的连词 ne的意思是 但是 下面是法语中的否定形式 ne ba ne ba在法语中 就是表示否定 表示不的意思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它的位置 ne ba的位置在句子里面 一般是放在动词的两边 ne放在动词的前面 而ba放在动词的后面 下面一个动词是ponose ponose的意思是发音 下面一个是副词du ju do ju是一个表示频率的副词 它的意思是总是一直 下面一个是形容词galc galc单数的时候表示某一个 而负数的时候表示某一些 某几个 下面一个是名词送 送当名词用的时候 送表示声音 语音 下一个是形容词for for 因性是fought 它的意思是强的 强大的 如果形容人的话 for 一般表示一个人比较强壮 下面是名词audition audition就是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 的听力叫做audition 下一个是动词taváye taváye的意思是工作 例如il taváye bie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工作的很好 如果说il taváye mal 那就是他工作的不好 下面是一个名词 proverbe proverbe的意思是 一句俗话 一句谚语 下面一个是动词 dir dir的意思是说 dir的用法 后面一般是加一个重句 或者加一个音语 我们最后见到的 这是一句法国的谚语 叫做badi da badi l'ozo fesunni 那么这句话字面上的理解 l'ozo fesunni 就是小鸟在坐窝的意思 但实际上用汉语来表达 这句话就相当于 我们中国人说的成语 公道自然成 在这一课的对话里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几个句型 首先我们要区分的是 et de和vnir de的区别 那么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et de后面 只能加一个地名 例如 je suis de北京 或者je suis de chez 它的意思是 我是北京人 我是中国人 如果说je suis de Paris 那就是 我是巴黎人 而vnir de 它的意思 是我从某个地方来 例如 je viens de北京 是我从北京来 vnir de后面 既可以加专用名词 也可以加普通名词 例如 je viens de la bibliothèque 那它的意思就是 我从图书馆来 但是 et de 一般来说 只能加一个专用名词 而它是不能加普通名词的 咱们进入我们这一课的互动练习环节 有请同学上来 跟我一起做练习 请两位同学做一下对话 vous parlez français ? oui, je parle français est-ce que votre ami parle aussi français ? oui, mais il parle français avec un accent chinois merci, merci la veille同学 好,下面我们要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 走进法国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要介绍一下法国人